為了照顧新北市內的低收入戶 以及獨居老人等弱勢族群 市府社會局在各區區公所 都成立了食物銀行 然而在淡水的清水祖師廟 這次因為在農曆中原普渡 暫不品性中 是捐了七百箱的物資 和六百斤的白米 給淡水區公所的食物銀行 為的就是發揚 祖師爺就是寄人的精神 為了照顧新北市內的低收入戶 獨居老人等弱勢族群 新北市社會局在各區區公所 都成立了食物銀行 為的就是要集合各界的愛心 不管是慈善團體 公廟還是民間企業所捐獻的物資 都會納入區公所的食物銀行 給需要急需的民眾 一個援助的功能平台 而淡水的清水鹽祖師廟 捐了許多物資白米 要給淡水區公所 食物銀行來幫助弱勢 我們這個社會有些比較艱苦的人 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們做廟這邊 拜託公所這邊 他們比較知道低收入戶的 艱苦什麼人 要補充他們代替我們 給我們很辛苦 很感謝我代表我們做廟這邊 祖師廟表示這一次 因為在農曆中原普度 有一千多位的信眾 而這些贊卜品 大家也都同意捐了出來 包括了這七百箱的物資 及六百斤的白米 都會交由區公所來代發 為的就是要發揚祖師爺 救世紀人的精神 這六百斤的白米 跟七百小的物資 關上 公所這邊一定會好好利用 而且送給我們社會的淡水 需要這些物資的弱勢群眾 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祖師爺的愛心 以及說我們社會的溫暖 而且感謝祖師廟 我想祖師說 也一定會保佑淡水 這次廟方總共捐助了 六百斤的白米 還有七百箱的民生物資 據公所表示 食物銀行內 有許多各界社會所捐獻的愛心 而目前最主要都是來自廟宇的捐助 而對於祖師廟的散舉 公所也表示感謝 也希望各界能夠多多 藉由公部門的平台 來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記者是段一淡水採訪報導